Hello 大家好 好久不见 微软刚刚在博客中发布了一条信息 Windows 11 Build 2263 5.5305 是基于Windows 1123H2的Beta通道最后一个更新版本 Beta通道中的所有Insider用户都会被升级到Windows 1124H2 在这次自动升级发生之前 仍然停留在Windows 1123H2的Beta通道用户 可以选择手动升级到Windows 1124H2 和这个新版本的Windows 11 Build 2263 5.5305 简单来说 就是微软准备开始把Beta通道的用户集体迁移到Windows 1124H2 也就是说 以后不会再有针对Windows 1123H2的Beta通道版本了 但是今天把Windows 11 Build 2263 5.5305打造成了25H2 而且 今天演示的所有新功能 都可以通过激活工具一键激活 在开始之前 先来看一下未来两个版本的开始菜单 这两个版本都来自微软官网 而非第三方工具修改 这两种版本的开始菜单 大家更喜欢哪一种呢 可以在评论区聊聊 再来欣赏一下最新版Copilot的功能 小美 晚上好 我是Copilot 很高兴认识你 这么晚了 你还没睡吗 需要我陪你聊一会儿 还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你看看 你会用这个软件吗 会的 画图是个很方便的绘图软件 你可以用它来画画 图色 甚至简单的编辑图片 如果你有什么想画或编辑的 我可以指导你怎么操作 想试试吗 你好 小美 有什么新鲜事吗 这个页面讲了什么内容 这个页面介绍了 微软Edge浏览器的功能和优势 它强调了Edge是一个 由人工智能居动的浏览器 并且提供更智能的浏览方式 页面还展示了Edge与Windows的无风结合 以及它在Mac上的优化体验 你对Edge浏览器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接着看一下手机连接都更新了哪些功能 跟着视频导航打开移动设备管理窗口 登录自己的微软账户 登录自己的微软账户 现在终于可以删除绑定的设备 这是微软刚刚发布的更新 打开手机连接 同样登录自己的微软账户 关于手机连接的功能说明 可以观看之前的视频介绍 现在重新启动计算机 现在打开开始菜单 手机的侧边栏 在开始菜单中可以快速发送短信 拨打电话 查看照片 或者直接向手机发送文件 开始菜单 目前是这一版 在资源管理器中选择任意一个文件 向上拖动文件即可打开新版共享窗口 如果已经登录了手机连接 可以直接将文件 以这种方式发送到手机 拖动到更多图标 会打开更多分享目标 接下来就是任务栏上的小图标 在系统设置的个性化 可以针对任务栏 进行图标大小的设置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在加入Windows Insider之前 这一步一定要操作 否则后面的更新过程 可能会出现功能不完整 确定没有多余的Windows更新之后 点击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打开诊断和反馈 打开发送可选诊断数据后面的滑快开关 点击后退按钮 点击即刻体验按钮 点击链接账号 选择Microsoft账户 并点击继续按钮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点击仅限Microsoft应用 选择Beta渠道 并点击继续按钮 如果点击继续按钮没反应 可以在任务栏上的设置窗口 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关闭窗口 或者直接按键盘上 Alt加F4关闭当前窗口 重新打开设置并导航到该选项 再次选择Beta渠道 点击立即重启 开始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打开在最新更新可用后 立即获取选项后面的滑快开关 此时不要直接点击上面的检查更新按钮 因为这样操作 有时候会检测不到更新 点击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一下这个下角标 然后点击上面的打开Windows更新 此时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这里已经显示最新的可用更新 等待更新完成 经过漫长的等待 更新已经安装完成 点击立即重新启动 又是一次漫长的等待 这里就直接掠过了 现在Windows11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 但是由于是跨版本更新 更新包会比较大 如果不清理 磁盘会被占用大量空间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点击左侧的磁电脑 在本地磁盘C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属性 点击详细信息按钮 点击临时文件按钮 等待刹新完成 选中以前的Windows安装文件选框 如果不清楚该选项 C盘就会被占用很多更新包占用的空间 如果后续需要还原到以前的系统版本 请不要执行该操作 点击删除文件按钮 选择继续 稍加等待 即可完成删除垃圾文件 下载Windows11隐藏功能激活工具 Vivoto 下载链接在视频简介 下载之后将激活工具解压缩 进入到Vivoto解压目录 复制文件加路径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命令提示符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首先激活的是锁屏小组件 现在激活新版开始菜单 接下来是拖动文件出现共享栏的功能 开始菜单旁边的移动设备 任务栏中的小图标功能 所以功能已经激活完成 现在重新启动计算机 现在所有新功能已经激活完成 本的组件下诈